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分享这个是用豆浆跟抹茶做出来的面包卷 这个面团你也可以直接做成三形吐司 一样很好吃 我们今天就是分享 怎么做出这种双色的面团的花卷 另外我今天刚好用的是这一支无糖的浓豆浆 它做出来之后 你没咬一口这个面包体 都是很浓的豆香味 比我用之前其他牌子的豆浆的一个豆香味还要明显 我还蛮推荐的 不过喝的话我倒是觉得对我来说也太浓了 那我们先来准备面团的部分 我们今天会做抹茶口味的面团跟原味的豆浆面团 那我们一样先把高筋面粉盐糖抹茶粉放在一起 酵母先不要投入记得 然后我们把豆浆倒进去 我抹茶的配方没有加到鸡蛋 主要是因为鸡蛋在烘焙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颜色会影响到这个抹茶 可能会偏暗一点 所以我就全部的液体都只有用到豆浆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先把它搅拌到一个很均匀的团状就可以 那有时候有点沾黏这个盆边 你记得刮一下盆 集中一下再搅拌 这样比较不会浪费 那我之前有分享的面包做法我都会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用的面粉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像你跟我用的豆浆也不一样 它的浓度不一样的情况下 它的湿度可能会有所影响 所以你在加这个液体的时候 你可以保留10% 不要全部加进去 看它搅拌的一个状态 再看看剩下的要不要全部加进去 这个都是一个搅拌面团的技巧 然后适用在每一种面团的配方 特别是你第一次去做新的配方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现在搅拌到这个钢盆不沾 手也不沾的这种 很集中的均匀的面团状就可以了 放在一个小容器里 或是塑料袋 密封好之后放到冰箱 我们进行水盒60到90分钟 接着我们来做原味的豆浆面团 原味豆浆面团一样是高筋面粉 盐 糖 然后再来我是用了豆浆跟鸡蛋加进去 所以我的豆浆的量会比较少 一样把它搅拌到非常均匀的面团状 不光滑都没有关系 只要均匀没有面疙瘩就好 然后这个面团的性状应该是不沾粘的一个状态 如果它会粘你的手 那就表示这个面团太失粘了 所以会建议你们的液体不要一次全家 就是一边搅拌一边去观察这个面团的一个性状 再决定剩下的一点点的液体要不要再加进去 一样密封好放到冷藏 进行水解60到90分钟 我会建议你的钢盆可以洗干净之后 一样放到冰箱 等一下要打的时候 钢盆是比较冰的状态比较好 那我们先来把已经90分钟之后的抹茶面团 加上酵母 用中速先搅拌1到2分钟 主要就是没有很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它搅拌大约2分钟左右之后 就可以把这个黄油丢进去 你可以自己把它剥成小块状 你要用有点软的也可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太大的落差 我全程都是用中速 那黄油加进去之后 我持续打了大约8到10分钟 我会建议你先记10个7-8分钟左右 停记一下 因为你室温的温度会影响到 面团升温的一个速度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面团的状况 如果大约8分钟左右 你的面团拉出来 可以一个手掌半左右的大小 然后而且光滑的磨 不用到非常薄透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够 那你可能再多打个2-3分钟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面团的温度 控制在25度以内 那我们这个面团做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收成球状 放到抹油的容器里面 我们进行冷藏低温发酵 16-20小时 只要有发酵到2倍左右的一个大小 就可以拿出来进行下个步骤 那我们接下来是把这个原味的豆浆面团 拿出来搅拌 跟酵母还有黄油要混合 一样我这个是水和了90分钟左右 那我们把这个酵母粉倒进去 一开始一样先打1-2分钟 感觉不到这个酵母粉的颗粒的时候 就是很明显肉眼看不到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黄油打进去了 可能你去摸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颗粒的感觉 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一样就把这个软的黄油 或者你是黄油丁 也不用特别等它软 就可以打进去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面团够冷 所以其实冰黄油或是常温黄油都没有问题的 我们一样用中速先计时个七八分钟 然后停机 手去摸一下这个盆或是面团的温度 如果还是冰凉的 那就表示温度没有超标 你也可以用温度计 那我们就先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手套膜 这个原味的配方的面团 它可以打出手套膜比较容易 比如说大约就是一个手掌或一个手掌半的大小 才会开始破掉 而且破掉的洞口是很圆滑的 不会带锯齿的 然后带点半透明的这个 这种薄度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状态 你可以再多打两到三分钟 然后我们把它收成球状 放到容器里一样低温发酵 16到20小时 第二天我们达到面团药的状态的时候 就可以来进行排气整形 我先准备了一些现成的蜜红豆 在一般的超市应该都买得到 或烘焙材料行 我这个蜜红豆它里面是没有什么汤汁的 如果你买的牌子可能刚好里面比较多糖浆 那你就可以把它的这个汤汁 用纸巾把它吸干 尽量不要影响到你面团的湿度 那我们准备好这个蜜红豆 就可以来进行整形 这个面团你在擀压的时候 特别是夏天或是你的速度不快 那你怕难驾驭的话 我会建议你擀好一个皮 你再把另外一个从冰箱拿出来 那当然如果你很顺手 你可以两个同时都拿出来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台面撒一些粉 我们先把这个其中一个面团 稍微排气之后取出来 我用方形的保鲜盒去发酵 主要就是因为它脱模出来 我只要沿着它的形状 很容易就可以去擀出一个四个角的这个面饼 那我们今天每一个面团要擀到的大小 是45到20公分的一个尺寸 你不要低于45公分 因为太短你在整形的时候收口会不好看 而且你会很难驾驭这种花卷的一个整形的方式 所以45到50公分都可以 那当然我不建议太薄 是因为我们还要夹这个红豆 你把面皮擀得过长过薄了 那它很容易破掉 而且影响到口感 所以我是控制大约是一公分左右的面团厚度 擀45到20公分 那好了之后我们就放旁边 把另外一个面团一样的做法 你在擀压面团的时候是用巧劲 不要用蛮力 很多人不擅长用这个擀面杖 然后就会用很大的力气去压它 所以就会发现即使是这种比较不湿粘的面团 都会粘在你的擀面杖或台面上 其实适当的去撒一些粉 以及你在擀的时候其实是用巧劲 那这样子的话你擀出来 一定都不会太粘连你的台面 而且你适当的都有准备一些手粉的话 擀面团也可以加一点粉 那你尽量拉出四个角 如果你想要你每个花卷的大小 不要落差很大的话 那你就是尽量把它擀成一个整齐的长方饼状 厚薄度也是尽量要均匀 好了之后你两片面团比较一下尺寸 调整到一样的大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蜜红豆放上去 然后你把它铺满 这个量多量少看你自己 我是喜欢淡淡的这种红豆的颗粒口感的香味 所以我并没有用到非常满的一个状态 然后稍微按压进去把它嵌在面团里 把另外一份面团也把它盖上去 你记得两片面团你擀好的时候 它表面多余的粉你要把它刷掉或拍掉 不然会影响到你的粘合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它盖好之后 用擀面杖或是手 轻轻的把它稍微擀一下或是按压 主要就是让红豆粘在一起 那这样你等一下再卷的时候不会拿起来两片面团散开来 那你在擀的同时间顺便调整它的厚度 然后四个角也是尽量把它拉出来 不然你最两边的面团可能体积大小会落差比较大 那只要整理均匀厚薄度以及四个角都是非常整齐的状态下 我们就可以用长的刀子或是铁齿 你把它先在表面做记号 我们把它均分成十等份 大约就是两公分左右的一个宽度 那等一下你在用这个披萨滚刀滚过去的时候 比较不会忽大忽小或是歪得很严重 所以我会习惯先做个记号再用披萨滚刀切割 如果家里没有披萨滚刀 你也可以直接用刀子这样去切 切割好之后盖上保鲜膜或是布 我们让它松弛至少20到30分钟 夏天太热的话把它放到烤盘上面 放冷藏密封好就好了 这个很重要不然你等一下会撑不开 所以我们现在是20分钟左右 松弛过后的这个面团 应该你把它分开来的时候 你把它提拉起来 你都感觉很轻松的可以再拉长个 5公分左右的这种延展性 那这样就表示是可以卷了 这个影片我是自己拍 所以有时候手的位置会出镜 没办法对到镜头 这个请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自己拍毕竟能够呈现的方式有限 如果你有其他自己做这种北欧式的面包卷的整形方式 你可以用自己惯用的方式 我今天的方式就是先把它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因为里面有红豆你可以稍微的轻轻的按 让这个红豆再黏得紧一点 然后我们就手指头四根的情况下绕两圈左右 或两圈半 大概会剩下15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 那我们就是手指头抽出来之后 改成从中间绕一圈 然后收口的地方压在下面 我们再看一次 稍微按压一下 让红豆粘着性更好 然后可以稍微拉长一点点 然后手指头绕两圈半左右 抽出来之后 改从中间的地方 然后绕一圈半左右 就是绕到尾巴收底的那个地方 就当它是底部 我另外准备了纸垫 主要是如果你今天你要把它全部放在一个盘子里烤大量的话 那你怕它会黏在一起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纸杯垫里 但我发现我买的这个纸杯垫有点过大了 大概其实8公分直径左右就可以 但这个到了快12公分 所以我也觉得有点浪费 那你其实就不需要用纸垫 你可以直接放在烤盘上面 只是要让它有间隔 没有间隔的条件下 会变成烤出来会黏在一起 那如果你的烤箱没办法一次烤这么多颗 你就分两批 第二批你放在保鲜盒 或是单独的容器烤盘 盖好 然后放冷藏 我这个烤盘是40x30公分 所以它可以一次烤到9颗到10颗 不过烤出来原则上 它应该都会有点黏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 如果要完整性好看一点 你就是放6颗烤 另外一批就4颗或是5颗5颗 然后一样我先进行常温的室温发酵方式 我没有用任何的发酵箱 所以原则上可能是60到90分钟 刚好我做的这一天 室温天气是比较冷的 所以它发的就比较慢 所以夏天冬天要自己去评估 但记得一定要盖好保鲜膜或是布 不要让它风干 影响到发酵的状态 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小时左右 先检查一下发酵状态 如果还没达到 那再多发酵一下 那同时间抓好时间 先预热你的烤箱 211到215度左右 我们今天是放在中间去烤 发酵好之后我们可以刷上蛋液 你可以刷全蛋液 或是只有蛋白也没有问题 因为像今天是有抹茶的颜色 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它是特别的黄亮的那种 那刷蛋白的话可以让表面也是亮亮的效果 所以这个看你方便 那一样你要测试它有没有发酵到位 你就是用手指头轻压 如果那个印子不会回弹 就是也不会消失 表示这个发酵好了 我们就直接进烤箱 211到215之间 看你自己的烤箱 我烘烤了15到18分钟 原则上10分钟左右的时候 它表面就开始上淡淡的金黄色 如果烤了18分钟 你的面包出炉之后 马上回缩 那就表示没有熟透 那你就要去检查一下 你的烤箱的温差 应该是温度不够才会这样 或是上色度不够 那一样我们排气之后 它完全是不会变扁 或是回缩 也不会皱皮 那这样就表示烤焙的非常标准 第一个水气都有排掉 再来是熟度都是达到标准的 所以如果你设定的是我建议的温度 烤的时间也差不多 但出炉之后没有熟透的话 你就要去检查你烤箱是不是有温差 可能实际的温度并没有达到这么高 所以会导致相同的时间烤不熟 那我们现在把第二批一样室温拿出来之后 发酵到我们要的状态了 那我们就可以进去烘烤 我有发现如果烤比较少量 相同的温度的时候它上色就会偏深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先设定15分钟 观察一下烘烤的一个温度的颜色 那如果这个颜色达到上下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其实就可以提前出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颜色 然后我切开切面你们看一下 它整个外皮的一圈它是非常薄的 但是它外面的颜色又是非常饱和的棕色 你可以看到它并不是烤出来非常皮边很厚的这种 这个就是高温短时间烘烤的一个效果 而且熟透的话弹性是非常好的 这款面包就是它吃起来是很扎实 但是又有这种绵软保湿的口感 我觉得还蛮惊艳的 而且每一口就是很浓的豆香味 虽然它很费工 但是真的很值得试试看 想要你的面包保鲜度好一点 做好之后降温 放到密封保鲜袋里分装 放在冷冻 你要吃的时候室温解冻之后 再烘烤个五分钟左右 就很好吃了 操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